大家好,中国最近曝光了东风21D空击版东风26 之前的东风26大家都知道,它是航母杀手 射程达到2700公里,近3000公里 那是在陆基,陆地上垂直发射3000公里 但是现在曝光的这款东风21D的空击版 它是可以在这轰6上携带 我找到视频了,这个视频放下方 你可以自己看看,那上面那个导弹就是东风21D 这个在轰6上携带,轰6作战半径大家就知道 轰6增程以后也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 3000公里,那3000公里再加3000公里 你想想这个作战半径 我觉得现在任何国家包括美军在整个关岛 它都在整个中国打击范围内 东风21D甚至可以打击关岛境内的导弹 导弹基地和航母 更比如说日本了,整个西太平洋全可以覆盖 那打印度呢? 东风21D也可以打你印度的 那两个航母也就消停了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视频出来非常不简单 这个视频我看了,那个下边确实是一个增程型的 超程型,现在得到的消息,这就是东风21D 空击版的,非常珍贵啊,影像 东风21D呢,之前试验过和26一直一起在南海 打那个把镖实验 我告诉大家,得到结果是成功的 这结果是成功的啊 另外后续公布的吉林一号卫星 你可以看跟踪导弹发射,跟踪战斗机 这个清晰度你可以看 这跟踪航母,那航母几乎在这个卫星显示来看 就是静止的 打航母很容易 所以现在看来啊,这个美军在西太平地 特别在这个时间段啊 马上这个对台动武之前 展示空击版东风21D 我觉得台湾人至少心凉一半啊 美国人自己也知道了 自己的航母能不能进来 能不能介入 我觉得所有咱中国人必须得知道啊 现在中国是有空击版东风21D了 不光在陆地发射 飞到你美国纵身也可以打击你 美国关岛基地 东风21D是固体燃料的 是第一代的中国固体燃料导弹 有航母杀手之称 它这个和俄罗斯的这个匕首导弹 属于是同一个弹道设计 你可能不了解 俄罗斯的匕首和东风21D是一个弹道设计的 都是那种可以变轨的 那种可以进行超音速 打击航母用的 这个弹头到最后阶段 其实不用什么 不用那种爆炸的 爆炸弹头部冲击航母 就光这个动能啊 光这个动能你知道吗 都可以把航母击穿 非常快啊 那个速度几倍音速下来 就是动能都可以把航母击穿 所以是非常有毁伤力的 我把视频放下方吧 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这个是中国空机版的 如果这个事实 是事实 我觉得美军介入台湾海峡 这个航母 那就不是离3000公里了 你得离6000公里以上 那它的飞机半径只能是1500公里 那它根本够不到 连关岛都够不到 你看看啊 中国现在 中国的军力真的不像大家想象那样 之前有人不相信中国这个军力 你可以看空机版啊 这轰6上挂载的 轰6H上面挂载 我觉得爱国的都应该看一看 这个才是中国的真正的 这是航母杀手 那是中国人的真正的